10%以上的城市幾乎都是熱點地區 包括在其實我所處在的城市也是熱點地區 HELLO 大家早安 我剛剛吃完早餐 然後在出門前就先跟你們聊一聊現在德國的情況到底怎麼樣 現在德國第二國的疫情可以講是往上坡走的狀態 就是它最高值一天新增病例接近15000起 所以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然後其實現在德國50%以上的城市幾乎都是熱點地區 包括現在其實我所處在的城市也是熱點地區 所以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情況 然後從上個星期開始呢 大家在這裡都在開始想撤子 我真是非常不明白為什麼大家在這裡那麼喜歡搶車子 然後我就回想起來 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大家都在搶什麼 因為其實我第一波疫情的時候 剛好我是回馬來西亞的 所以回想起來大家在馬來西亞好像都是在搶 米啊 罐頭啊 泡麵啊 乾糧類的東西吧 然後我就覺得應該是食物還是對亞洲人比較重要 所以大家就是主要還是在搶就是乾糧類的食物為主 可是大家在這裡都在搶車子 然後我上個星期在路上遇到的路人 如果有買東西的話 手上一定會有一保車子 所以希望慢一點疫情會控制的下來 所以我等一下要出門去拿一個驗血報告 OK 所以現在我要準備出門 順便 水 油 水 水 油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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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近買到一個我覺得我很喜歡的餅乾 我覺得很好吃耶 Danish Butter Cookies 然後它裡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餅乾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這個形狀的餅乾 這個很好吃 Hello 大家早安 今天是星期二 然後剛才我早上做了一點Journaling 就想嘗試看看每天早上做一點Journaling 然後其實現在也不早啊 現在已經是11點多了 所以我要快點準備我的brunch 因為我等一下下午要去我的大學 見我的supervisor跟他談一點事情 我做好我的brunch喔 所以現在就來喝一喝這個鴛鴦 其實我錄之前我已經偷喝喔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好喝 就是很順 然後不會苦不會色 我用的是Lipton的茶包 還有這個咖啡粉 我真是超級推薦這個咖啡粉 如果你們想試別的咖啡粉 可以去試這個Lavaza的這個 這個是我朋友推薦給我的 然後我覺得喝啊 我覺得我喝不回去比較太便宜的咖啡粉 然後我才剛買不久 然後你看我已經要喝完了 所以我就買了新的牌子試試看 我就買了這個Melita的這個牌子 這個我還沒有試過 我就想喝完那個我再試試看 這個看好不好喝 所以我現在就要來吃我的brunch 然後等一下我就要去學校一趟 那今天我們是Lavaza的了回到家 然後現在要快速的準備早 不是早餐 是晚餐 因為等一下要去Yoga class 所以我就打算今天晚上就來一個一鍋煮 就是當我很懶很麻煩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一鍋煮 就是全部丟進去飯鍋裡面 然後按一個按鈕 一鍋煮 星期四,然后昨天晚上就德国这里宣布 从下个星期一开始有一个light lockdown 就是呢,如果是两个家庭聚会的话 来自两个家庭的话,最多只能十个人 然后餐馆全部就只能外带 旅馆不能住宿,你就除非你有经济状况 可是学校啊,幼儿园那种还是保持开放 所以我应该是接下来就会 就是work from home 然后就减少外出 刚才早上我就去好一趟草食 我觉得还是还好 不会说太多人就是冲着去抢食物之类的 就食物啊,各方面都是还是有的 所以没有像迪博那么的慌张 现在是5点40分啊,然后刚才我差不多就 在10点多了,5点就做完工了 然后休息了一下,然后今天是Friday TGIF 所以我就打算来做一个韩国料理 因为我的那个韩国饮又来了 我就很想吃韩国料理 然后我现在的德国的那个天真的是超级快暗 现在已经才5点多 我给你们看一下天有几暗 天是不是超级黑 就是现在才5点多 天就已经那么黑了 我肚子很饿,所以我要快来煮晚餐 哈喽,大家早安!今天是星期六,今天是Mohenander 所以是比较relax的一天 然后刚才早上我吃完早餐,现在就开了我期待已久的包裹 就是这个 它就是一个A-Dry Clay 然后我前阵子就在网上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感兴趣 就它到底是怎么玩呢 然后我就很想买回来试试看 然后其实我心中已经大概想了一个成品 大概要做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所以就希望等一下我做出来的东西跟我心中想的 不会差得太远 OK,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A-Dry Clay 我现在算是大概都做好了 只是要等它稍微干一点 然后把这两块拼在一起 我就可以了 哈喽,大家早安!今天是星期天 然后我刚才看了我的成品 它已经就是定型已经印掉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这个就是成品 你们看得出这个是什么吗? 你们觉得这个比较好看? 还是这个比较好看? 呃,我觉得应该问你们 你们看得出这个是什么吗? 因为我问了我姐姐 她看不太出来这个是什么 这个上面写的字是self love 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看? 你们可以在下面跟我讲这个还是哪一个? 这个的话我还需要把它黏在这个上面 就让它稍微有比较高度 然后就完成 然后可能过后我再把它上一层颜色 让它比较好看 我觉得很满意 OK,现在我要把这两个黏起来 OK,现在我要把这两个黏起来 所以这一期的Vlog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煮饭类的 还是你们想看更多DIY的 你们也可以在下面跟我讲 然后希望这个疫情快点受到控制 然后也快点过去 就大家就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因为今年真的是发生太多事情了 然后现在剩下2020年的最后两个月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度过 所以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见